下面是第十个动作 左匀手 好,下面请看我做一遍演练 我们前面学到的太极拳 往前有进步的动作 攻步 然后再进步的动作 也有倒卷红这样的 向后退步的动作 民手是一个侧向方行走的一个动作 那么先看看我们下面的步子 下面的步子 步子呢,是向侧方向 前脚掌着地 然后过渡到脚后跟 这个时候呢,移动心移动到左边 然后右边的脚再跟上 对,然后前脚掌着地 再移动到 这样如此的这么做三次 大家要记住啊 一定是前脚掌先着地 过渡到脚后跟 踏实以后移动心 那么我们就注意 这个步子做的时候 千万一定要注意 是前脚掌着地 而不要做成脚后跟着地 然后呢,两脚并拢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到是两个前脚向前方 不要做成了两个脚尖成八字形 这样就显得动作非常的散 好,一定要注意两个前脚向前方 这是我们的下肢的练习 那么上肢练习的时候呢 初学者呢,可以单手做 先从单手做开始 好,跟我一起 这个,我们先做右手 右手呢,手心朝自己 从自己的体前滑过 从下往上 然后慢慢转到自己的身体的体侧的方向 朝右方向啊 右方向的时候 手微微向外翻转 向外翻转 好,然后再滑到自己的身体的体前 就始终是按一个圆圈在做 但只注意 在圆圈的时候 在自己身体体侧的时候 手要向外翻转 好,如此这样 可以多做几遍 然后呢,我们再换一个手 左手的方向也是相同的 手心朝自己 从身体的前方起 然后到身体体侧的时候呢 手心向外翻转 手心向外翻转 然后再画一个圆圈 到自己的身体前方 然后手心再向外翻转 翻过来 如此的 多做几遍以后 如果我们左右手都非常的熟练了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两个手相配合 两个手相配合的时候 先要原地的做 先不慌做这个上下肢的配合 我们先原地做的时候呢 两个腿呢 屈膝微蹲 这个时候 好,我们可以把这个 右手先做圆圈 先做画不见圆圈 等到这个手呢 右手呢 到自己身体体侧 我该翻掌的时候了 该要翻掌 翻掌的时候的时候呢 然后这左手才开始行动 左手就是从下面走 好,一边翻掌 这左手就开始从下 往上走 那左手往上走 那么右手呢 往下走 形成一个按压 一上一下 在自己身体的体侧的时候 左手往上拖起 那右手呢 就往下按 对 一上一下按压 然后呢 顺着自己这个 左手接着 从自己的体前滑过 那么右手呢 就从下面走 对 画圆圈 走 慢慢的转移到自己身体的左侧的时候呢 又变成左手向外翻转 那么右手呢 往上拖 一上一下按压 对 拖起 好 两个手 一个从上面滑过 一个从下面滑过 对 到身体体侧的时候 两个手的变化 一上一下按压 变化 我们可以慢慢的多做几次 好 再来一次 好 左手从下走的时候 那么右手就从上走 对 到自己身体体侧的时候 一上一下按压 对 好 顺着按压的这个劲儿啊 继续往上拖 拖到自己的体前 好 脸的上方 那么这个手呢 往下按的时候呢 就一直按到自己的 下面 对 自己的这个 腰腹这个地方 腰腹这里 好 如此 可以多做几遍 慢慢移动 好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手脚相结合一下 刚刚我们学了一个侧划啊 侧 侧行步 那么把这个手上 跟这个脚如何配合呢 大家跟我一起做 单边 单边完了以后 重心往回坐啊 也就是往你这个右腿 重心往右腿移 移重心的同时 这个左脚 要向前扣脚 对 我们的扣脚比较多啊 扣脚的同时 左手呢 向下 开始先做 画圆圈了啊 首先朝自己 画圆圈 走 画到自己脸前的时候呢 移重心 这时候移重心移到自己身体的左侧了啊 移重心移到身体的左侧 好 手在上方 在自己的脸的上方 那么重心在左侧 这个时候把这个 右手 从上往下 也开始要进行 运转 要开始进行做匀手动作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到 移到自己身体的左侧的时候啊 移重心 那么我们后面的这个右脚要收回来了 那么收回来的同时呢 身体整个都向左侧移动 开始按压啊 移上一下托脚 好 我们再做一遍这个动作 好 重心往回坐 扣脚 左手 向下画弧线 走 画弧线经过脸庞的同时 移动重心到左侧 好 移左侧以后呢 右手 开始画弧线 画弧线 收脚 收右脚 到左 左脚旁 两个手呈 身体的侧旁啊 在自己身体的左侧旁 移上一下 呈一个按压状 左手往下按 右手要往上托起 好 托起的时候 脚不动 脚不动 移动啊 脚不动 两手 画弧线 好 到身体的 右侧旁的时候 开始做按压的时候呢 慢慢的开始向旁边 侧步 左脚向左 左 那个左侧方侧步 左脚向左侧方侧步 两手做按压 重心往回移动啊 重心移动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 手 开始做匀手 好 到身体的左侧 收脚 拖掌按压 拖掌按压 好 移动 这个时候 出脚 左手向上拖 右手向下压 好 重心再移动 收脚 收到自己的 脚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这个左右手 都已经移到自己身体的 左侧了 好 我们再做一遍 重心往回坐 扣脚 左手向下 手心朝里 好 移重心 左手开始画弧线 到自己的脸前 好 移重心的同时 右手开始向下画弧线 收脚 匀手到身体的左侧 一上一下 这个手 这个左手呢 跟自己尖一般高 右手呢 到自己的这个 左页下一点 左页下一点 往上拖掌的 两个手画弧线 跨到身体的右侧的时候 出脚 到身体右侧的时候 左脚开始出 相反的 左脚开始出 好 移重心 匀手 到身体的左侧 收脚 两个手 摆好位置 好 然后再匀手 出脚 到身体右侧出脚 好 匀手 到身体左侧 收脚 好 再来一次 匀手 到身体的右侧出脚 然后匀手 到身体的左侧 收脚 好 匀手这个动作呢 因为是上下肢的配合 还有一个左右手的这个配合 所以说很多人觉得比较难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学习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先以做单手为主 做完单手以后 很熟练了以后呢 然后再 两个手配合 两个手配合 等到两个手配合得相当的熟练以后 这个时候 然后再开始上下肢的配合 刚刚开始学习初学者的时候呢 上下肢的配合呢 以记住简单的要领为主 比方说 记住几个规律 比方说 我的手到右侧的时候呢 我就出脚 那么我的手到左侧的时候呢 我就收脚 这是一个简单的规律 等到你这个简单规律很熟悉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再慢慢的循序渐进的就开始 移动身体的身形步伐等等等等 怎么样安舒 因为我们首先是要学会这个匀手的动作 把这个复杂的动作 用简单的方法给它学会了 然后才能认识到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要力 慢慢学会了这个动作以后呢 大家要注意的是匀手 尤其是要体现到腰围主宰 如果说没有腰的话 这个动作只是手臂在摆动 就体现不出来匀手 它的比较舒展的地方 比较灵活的地方 做腰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我们做到身体的一侧方向的时候呢 腰这个时候微微向 一侧方向多带一点 不要腰还朝着正前方 手是手 这个时候腰往里合一点 对合一点 然后再做匀手的时候 到我侧方向的时候 我的腰再往另外一个方向 再合一点 对 但是做腰的时候呢 只是我的腰胯转动 不要跟这个腿来回扭动 没有关系 所以说在做匀手的时候 要注意腰的这个配合 好 下面第十一个动作 单边 请看我演示一遍 好 单边呢 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做过一个单边 那么这是一个重复性的单边 先我带大家做一遍 这个时候重心不要移动 只是手上的变化 右手 从自己的下方 自己的身体侧 体侧方 左方 从上移到自己的右边 画了一个半弧形 画了一个半弧形 好 在画半弧形的同时呢 那左手呢 在自己身体体侧 也画了一个半弧形 从下方走 那么这个单边呢 是两个手分两弓 就是说是两个手都分弓 一个是往上走画半弧形 那么一个是往下走 画半弧形 一定要记住 左手是从下走 画半弧形 往上走 那么右手呢 是从上走画半弧形 往下走 正好合起来 变成一个圆圈 好 跟我一起做 好 先呢 要走 右手 走 右手先走 微微先一点 好 然后就左手就马上就走了 两手一起 上下配合 对 上下配合 到身体的右侧 好 一起再来一遍 走 然后上下配合 到身体的右侧的时候 重心微微向 右边偏一点 移重心 对 移重心 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是 临手最后一个做完了以后呢 是两个脚呢 基本上都在一起 重心有一点向中间偏 完了以后呢 接着做的时候 在移动手的过程当中 这个重心向 右边偏 然后呢 这个 右手变成勾手 那么左手呢 又变成了单边的前一个动作 手心朝自己 变成掌 在自己的这个 右手的 走旁啊 好 这个时候呢 左脚呢 微微地 把后跟提起来 微微提一点后跟 好 身体向 左侧转 左脚向前方 脉步 勾脚尖 然后左手画 无限 边走边翻掌 变成单边 好 我们再来一次 走 两手移上一下 画半弧形 然后到身体的右侧 会合 这时候重心移过来 左脚 后脚跟微提起来 然后移重心啊 这个身体向左边移动 身体向左边移动 出左脚 然后左手画弧线 变成单边 向前推出 下面一个动作呢 也是一个单个动作 第十二个动作 高探马 下面请看我演示一遍 好 高探马的动作呢 和前面的白鹤亮翅 手挥琵琶 的根部是一样的 后脚呢 一定要先跟上来半步 然后移重心 再往前出半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上下肢的配合 也非常重要 后脚 也就是右脚 后面这个右脚 向前跟半步 跟半步啊 跟半步的位置呢 是在你这个 左脚的 这个斜后方 斜后方啊 不要完全的贴着它 对 要给它留出 一脚的距离 一定要留出 一脚的距离出来啊 好 再来 跟半步 的同时 两手心朝上 两手心朝上啊 两手心朝上呢 两手心 根部 两手心朝上 眼睛要向回看 看右手的方向 重心向后座 重心在你的右腿上 重心在右腿上 好 这个时候 好 把这个右手 收到自己的耳旁 有一点像这个 倒卷红的动作 收到耳旁 向前推出去的同时 左脚向前迈半步 前脚挡到底 朝正前方看的时候 左手是在 你的腹前 腹前微微朝右方 那右手呢 往前打出去 这个动作非常像 我们的这个高烫 这个倒卷红的 这个手势啊 非常相似 只是我们下面的 这个布置不一样 要记住 这个地方是前脚掌 扫底 不要做成了 勾脚尖扫底 有时候初学者 他容易弄混这几个步子 步行 所以要记住 我们除了 手挥琵琶 是勾脚尖 那么其他的 白色亮翅 高碳马 全是前脚掌扫底 一旦记住 一旦记住 步行是跟半步 往前出步的时候 前脚掌扫底 那么手型 是跟半步 两手型朝上 眼睛向后看 收到耳旁 向前方推出去 在同时 左脚往前 前脚掌扫底 打出去 下面是第十三个动作 右蹬脚 先看我演示一遍 这个时候 左脚 左脚呢 收回来以后 微微收回来以后呢 向你的前方的45度迈步 45度迈步 在做脚的同时 左手 左手 跟右手相叠 左手手心朝上 右手手心朝下 相叠 好 收脚 出脚的时候叠手 然后变成股部的时候 两个手 分开 跟你的身体 成一个十字形 跟身体成一个十字形 两边拉开 抱球 收脚 然后是提起十字手 这个时候 然后向两边 蹬脚出去 右脚蹬出去 然后再收回来 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首先前面的这个预备式要做好 收脚 两个手 分开 成一个圆弧状 抱球 公布 不要做成顺边方向 它一定是跟自己身体 这个脚和手 成一个十字形 抱球起 然后再拖挡起 变成十字手 再两边分出去 注意不要平拉出去 是两边成无线形 分出去 然后再成万 那么脚蹬出去的时候呢 先提膝 提膝以后呢 然后再随着这个手的两边分的时候呢 脚也 蹬出去 一定是勾脚尖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右蹬脚 所以一定是勾脚尖 不要做成分脚 或者是势势而非的 这种 势勾又没有勾的动作 一定要记住要勾脚尖 那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 我们不一定非得要求他 蹬得多高 或者是过头 或者是过尖 我们只要求 如果对于锻炼来说 只要跟自己的腰部一般高 就可以了 就可以达到这个锻炼的目的了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天长日久的锻炼 经过压腿啊 逐步的来提高这个控腿的能力 所以对这一点 蹬脚方面 我们不做非常严格的要求 好 下面是第十四个动作 双风贯耳 请看我演示一遍 好 双风贯耳呢 这个动作呢 难度不是很大 主要是蹬腿完了以后 这脚要收回来 大家呢 先跟我一起慢慢的模仿一遍 咱们可以不用特别高的姿势 可以低一点 好 先把脚收回来 变成提膝 把脚收回来变成提膝的同时 这个左手和右手有一个相合 手心朝上 好 一起做 收脚的同时提膝 两手相合 这个时候往下蹲重心的时候 我们注意有的人练习的时候 直接就卖腿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要记住太极拳 一定要有一个先下沉 再出脚的过程 这样就显得脚底下特别的清明 沉稳 特别干净 而不是特别重 好 一起做 收脚 提膝 手心朝上 然后下沉的时候呢 这个两个手向两边 向两边滑下 对 画一个弧线形 这个时候 右脚也向前 勾脚尖出去 两个手在身体的体侧 然后向两边 向两边 弧线形变全 一边画弧 一边变全 一边画弧 一边变全 这个时候公布向前 双风挂耳打出 注意在做这个双风挂耳 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两个拳 拳眼是斜相对 两个拳眼是斜相对 两个手成一个 成一个八字形状 倒的 一个倒的一个八字形状 所以做出去的时候呢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千万记住 不要撬肘 很多人为了做这个动作 做得更加的用力量的时候呢 他故意把这个肘翘起来 显得这样非常有力量 不对 这个时候 这个肘一定要沉 沉间这种 把手沉下来 对 这个时候在做动作的时候 我们看我们的眼神的变化是 下沉的时候 眼神变化 眼睛看着右手 右手的方向 右手的方向 打出去 下面我们学习第15个动作 左灯脚 请大家看我演示一遍 左灯脚的要力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是跟这个右灯脚 是相似的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 重心向 左转 移重心 两手分开 扣脚 然后 重心向 右方向 移动的时候 两个手向你 折抱 这个时候手呢 是一个十字手在下面 大家要记住 蹬脚的时候呢 如果哪个脚蹬出去 那么十字手哪一个手 就在外面 千万不要搞混了 这是一个太极圈的规律 两手向合 十字手起 左手在外 蹬脚 蹬手 然后再收回它 很好 左灯脚和右灯脚的 这个 基本要求的 灯脚的要力 是一样的 下面是第十六个动作 左下是独立 请先看一遍 我的演示 刚刚的蹬脚是往上走 那么下是独立的时候呢 尤其是下是 它是往下走的 下面大概先跟我一起坐一遍 蹬脚完了以后 收脚 然后呢 把脚放下来 变勾手 变勾手 这个时候 我要强调的一点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他的腿部力量不是很强 所以说我们 可以允许中老年人 在练习的时候 微微地点一下地 支撑一下 然后再做下面的一个动作 缓冲一下 如果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 他的腿部力量足够的话 练的时间也比较长的话 那么我建议他 还是不要倒地 变勾手 左手放在右手的左旁 变勾手 这个时候 手不动 左脚向侧后方 侧后方 迈出 左脚向侧后方迈出 成一个公布状 然后微微转化 变成一个扑布 微微转化 大家从正面看我坐一遍 公布 然后微微转化 然后微微转化 变成一个扑布 那么左手呢 向前 掌心朝外 顺着你腿的方向往前撑出 后手不动 一个下射的动作 对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要求扑布呢 尽量要下蹲 不要撅臀 也不要做成弯曲 这么做 大家尽量朝着这个标准去做 如果你们感觉到这个腿部力量不够 实在是蹲不下去 没有关系 可以姿势高一点 但是身形一定不能变 不能因为蹲不下去 而变换身形 或者是向前趴 不可以 做出去的时候呢 我可以蹲高一点 但是身体不能变 要做好这个动作 好 再来一点 蹲脚 收回来变勾手 落脚 公布 变换成扑布 这个时候 左脚 左脚 脚尖摆动 变成公布 左手向上挑一下 那么右手变勾手呢 是成一个反勾形 做成一个反勾形 往上都挑起来 好 这个时候 为了摆动脚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允许前脚呢 微微再摆一下 对 因为我们为了下面一个动作 微微再摆一下 这个时候 左手往下按 那右手 后面的手呢 往上挑起来 挑起来的同时 右脚 也就是后面这个脚 跟上 变成一个 蹄肌独立步 我们又叫做 筋肌独立 注意在做筋肌独立的时候 左手在胯膛 那右手呢 它的肘跟这个膝盖 相对立的 脚尖 注意不要勾脚尖 不要做成勾脚尖 自然一下吹 下面是第十七个动作 右下式独立 请先看一遍我的演示 它这个动作呢 和刚刚的这个左下式的独立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呃 大家先跟我一起做一遍 可能有一些小的一些环节的动作呢 我们要重点讲一件 好 这个时候我们要落脚 因为是为了缓冲一下 所以呢 要把这个右脚落下来 落脚 落到这个身体的这个 左侧方 再来一次 落脚的同时 身体向左微微转动 这个左手呢 变成提的 往上提的一个勾手 前面呢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摆动 从上往下摆动的勾手 这个勾手呢 是从下往上提 从下往上提 不要做成 从上面往下的这样的啊 提起来的一个勾手 在提勾手的时候呢 这个 右手呢 放在这个左手的 手旁 那么它的手心这个时候呢 是朝外的 不是朝里的 是朝外的啊 朝外面的一个动作 再一起来一点 落脚 身体左移 然后提手 用手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着重讲的是 我们这个 左脚的变化 这个左脚的脸动呢 大家要注意了 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呢 他往往在脸动的过程当中 分不清楚重心 所以往往会做成 来回的这样的重心的移动 啊 我们重点讲一讲 下面啊 我们可以把手插腰 先不帮助这个手上的配合 只是重点讲一下情况 把这个右脚放下来 那么左脚呢 重心没有移动 重心一直都在左脚上啊 重心一直都在左脚上 不移动重心的情况下 脸动左脚 左脚呢 是前脚掌 回走脸动 而不是后脚跟啊 不要用后脚跟比前脚掌 脸动啊 再看一遍 重心在左脚上 把这个右脚放下来 还是移动这个 左脚的时候呢 重心还在左脚上 好 再来一次 这次我们把手配合 好 落脚 提手 好 粘脚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特别强调注意 因为如果说你要是做成移动重心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重心的一个颠倒 移动的太多 所以要注意 我们这个动作至始至终 不管怎么脸动 重心始终都在左脚上 左脚上的重心 左脚脸动 好 一起 落脚 提手 移重心 重心不要移 只是脸动这个左脚 好 这个时候还是 腿向后方侧步 右脚向后方侧步 变成功部 然后 转成这个扑步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手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 右手呢 从上面自己的肘旁 慢慢地移动到自己的腿旁 手心朝外 手心朝外 向前伸出 变成一个 肱部 肱部的时候还是 后面的这个手变成反勾形 而前面的手呢 是长 两个手都是朝上的啊 反勾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脚 也就是右脚的微微移动一点啊 微微移动一点 微微移动一点 然后 后面的手 就是勾手的这个手 向前 从下 向前 调起来的时候呢 这前手要按 移上一下按挡 跟刚刚的这个 呃 另外的一个 经济独立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同时 抬手就要收脚 抬手 收脚 另外大家要注意个一点 不管是左边的 还是右边的 下式动作 公布到 瀑布的过程当中 刚刚给大家讲的是分解 所以很清楚 公布到瀑布 但是真正练习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给它做成一个 分解动作 而连贯地做出来 你只要连贯地做出来 公布直接过渡到瀑布 我们最终的动作 还是这个下式的动作 而前面的这个公布呢 是它的一个过渡动作 转变过来的 如果说你不要做公布的话 有的人 他只是直接做成的话 那么他的步子会下得 非常的快 做不到慢 也做不到轻缓 落脚会很重 而且还是脚后跟着地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做到 落脚要轻转 很舒展 下面是第十八个动作 左右穿梭 请看我演示一遍 微微向四十度方向落紧 对 然后根部变成一个抱球 这是一个左抱球 左抱球 那么下面的这个步子呢 右脚呢 也是朝一个身体的 这个四十五度方向 它这两个外步的时候呢 成为了两个扇形 一个左边的 一个右边的 成一个大的 一个比较八字形的 一个扇形 但是呢 它总体的前进方向 还是朝着前方走 朝前方走 不要变成了正边的 两边正正着来的这种动作 身体比较舒适的方向 这个时候注意 上步的时候呢 左手呢 放在胯旁 后面右手呢 放在你的身体的 正前方 身体的正前方 注意手势 斜手心向上 手心斜向上 不要做成了 侧着的 或者完全手心向上 斜向上 好 然后呢 我们下面是一个 攻步的动作 攻步的时候呢 左手向前 推出的时候 那么右手呢 在头上成为一个 翻手腕 向上翻转的一个 架挡的动作 架挡推出 是一个架挡推出的动作 我们跟着 下面的步行一起做 攻步 架挡 推出 动心往回坐一点 这个时候脚筋要 微微地勾起来 脚筋要微微地勾起来 往回坐一点 重心 微扁 然后上部抱球 根部抱球 注意这个根部抱球的时候呢 是 右边的抱球 不要做成了 正面或者是 另外一个方向的抱球 那个抱球的这个位置 一定要清楚 右抱球 这个时候又成为一个45度上脚了 跟我们刚刚做第一步的 第一个这个动作的上脚 是一样的方向 上部呢 还是变成手要拉开 左手呢 在自己身体的斜向 那个前方 手心斜向上 右手在自己的胯旁 还是一个公步 架挡推出 我们在做这个左右穿梭的时候 首先要记住它的方向 方向一定要正确 方向呢 还是朝着近前方 前进的方向 还是朝正前方 只是它的脉步 都是朝你身体的45度 两边脉步 45度两边脉步 另外一个呢 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动作的是 在过程动作当中 注意它的前后的移动 有些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他基本上不移动 就直接上步了 还是要有一个微微的 向后做一点重心 然后再抱球 再往前上步 推出去 下面我们学习第19个动作 海底针 请大家先看我演示一遍 海底针呢 它的步行 跟我们前面的很多单个动作 很相似 比方说我们举出例子来 白河亮翅 手挥琵琶 那么它的上步呢 是一样的 首先是要根部 我们最后这个动作 是一个45度斜方向 这个穿梭是一个45度斜方向 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动作 是一个正前方的动作 我们需要靠上步 来把它调整过来 第一步上步的时候 根部的时候 一根部 那么身体就转到正前方了 不要再成为45度了 跟半步 调到正前方 然后变成 前脚挡地 变成一个虚步的状态 手上的动作呢 大家跟我一起做 跟半步 调到正前方的时候 左手在前 左手在前 右手呢 在身体的理侧 这个时候呢 理侧的同时呢 右手 从下 从下往上 从下到你身体体侧 往上 成一个提抽的状态 往上提拉起来 再看 从下往上 画了一个弧形 拉起来 拉到你的耳旁 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 右手的动作 那么左手呢 左手是为了配合右手 左手呢 是往下按压 两个手 不要在同时 在两个位置上 相同的位置上 一定要有一个 虚实的变化的分明 我们的虚实 不光是体现在这个 脚上的变化 手上也有虚实的变化 那么在这个动作上 就能体现出来了 跟半步 重心往回移 虚实变化 这个时候 右手向上 画幅线提拉 提拉的时候 移上一下 左手按到下面来 好 这个时候 我们的左脚 可以往前 跟半步的时候 往前迈步的时候呢 往前迈步的时候 左手按到自己的体侧 左手按到体侧的时候呢 右手向下 擦下去 右手向下 擦下去 重心 我们整个都要往下蹲 整个都要蹲下去 啊 分半步 右手提拉 然后 下去 可以根据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而练 如果感觉自己的 腿部力量 非常好的人呢 那么你的虚步动作 可以下得低一点 如果我的腿部力量 不是很好 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说呢 你可以高一点 对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主要的原则 身形不能变 不管我蹲得高还是低 柿子蹲得怎么样 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注意 上肢的身形 不能有变化 如果说 因为我想蹲得更低一点 那么我的身体往前趴 那么就会出现捅臀 这种现象 相反 如果我们高一点 柿子做得非常的工整 很中枢 那么我觉得 也未尝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好 下面是第二十个动作 闪通臂 大家先看我演示一遍 这个动作呢 很简单 大家 首先要做到的就是 手脚的配合 收是一起收 那么出的时候要一起出 好 大家先跟我一起做一遍 下蹲 身体要稍微低一点 这个时候 手 左手 往右手上靠 靠到右手的这个 走旁 靠到右手的走旁 好 手心 右手的手心是朝自己的 朝自己 在 左手向右手靠的同时 拉到自己的 头的斜上方 右侧头的斜上方 右侧头的斜上方 这个时候拉到右侧头的斜上方的同时 把这个左脚 收回来 左脚要收回来 左脚收回来 这个点地呢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中老年人呢 可以感觉到腿部力量差一点 可以点地 年轻的人感觉到腿部力量好一点呢 那么他可以稍稍收回来 不用点地 但腿支撑就可以了 好 一起再做一遍 收手 收脚 然后 左脚出去 左脚钩脚到地 然后 攻步的时候 左手呢 也往前推出 那么右手呢 向后方 撑开 右手向后方撑开 收手 收脚 出脚 左手推出去 右手向后方撑开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得 舒展一点 大方一点 不要做到 卫手卫脚的 放在这个 这个脑前 一定要打开一点 另外要注意一点是 咱们在做这个动作 收的时候 收脚的时候 一定要是根据这个手 是同时收的 不要做成了 先收手 然后再收脚 一定要做的是 收脚跟收手同时 那么出脚跟出手 又是同时 这样动作 才看起来 非常的 完整 协调 一致 下面是 第二十一个动作 转身 翻蓝锤 请大家看我演示一下 转身 翻蓝锤 这个动作呢 是以攻防 计击为主的 打出去的动作 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一定要清楚 这个手型的变化 非常重要 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做一点 重心往回坐 往回坐的时候 同时身体向 身体要向右后方转 重心往回坐 身体向右后方 先倒 先倒右边的时候呢 这个手 手要变化过来 手要变化过来 变成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成一个推的状态 跟刚刚的闪通臂呢 正好成一个 相反的方向 来 来一个重心 重心往回坐 扣脚 要踢着扣脚 然后在 收脚 注意 注意 收脚的时候呢 收脚的同时 左手要放在外面 手心向外 右手呢 是在身体的领侧 右手在身体的领侧 很好 拳里也掌外 收脚的同时 然后再进行的下面是 拳 掌向下 滑落到自己的胯前 那么拳呢 向前搬出 向前打出去 好 一起来一遍 重心往回坐 收脚 掌在外面 拳在里面 拳出去的同时 这个 右脚要向前 迈步 注意 在打拳的时候呢 这个 左手是 向下滑动 到胯旁 那么右手呢 是到自己 跟自己的 鼻梁一般高 搬拳 下面一共的蓝 蓝掌 这个 右脚呢 先向外摆 45度 向外微微挺 45度 白一点脚尖 这个时候呢 右拳向外翻转 右拳有一个向外翻转的过程 一定要记住向外翻转 画幅线 到自己的身体体侧 翻拳 白脚尖 右拳向外翻转 画幅线的同时 左手 既然是蓝掌 它就要横着蓝过来 横着蓝过来 白脚尖 翻拳 蓝手的时候 往前 跟住 把后脚跟到 右脚的脚旁 变成一个蓝掌的姿势 前手跟自己的肩一般宽 指尖冲前 后手的拳 在自己的腰旁 大家要记住 拳向外翻转的时候 一定画的是一个弧线 收到自己的腰间 不要直着下来 不要直着这么 拉下来 一定是翻转 画圆弧线 然后到自己的腰间 那么在做这个动作同时呢 翻转的同时呢 这个左手 也是向外画一个弧线 拦过来 不要做成直接这么提过来 两个手都是一上一下画弧线 正好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旁边和侧前 那下面一个动作呢 是冲拳 搬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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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锤 先是把左脚向前伸出 变成一个公布形状 公布的时候呢 公布冲拳 那么左手的掌呢 收回来 拳从掌心 穿出去 这个左手掌 要放在右手拳的 走旁 重心往回座 扣脚 双手中脚 外掌理拳 出脚 扳拳 白脚尖 拳向外滑动 根部拦掌 出脚 公布 冲拳 蓝拳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两拳 拳和掌的 无线 不要走成这样的直线 拉起来 一定是要有一个 向外的无线 那么锤的时候呢 要注意 打出去的时候 非常的宏厚 身体重心不要向前 趴着 一定是身体的重心 非常的中正 拳打出去 但并不是身体 也跟着就出去了 身体要非常的中正 下面一个动作是 第二十二个动作 如风势壁 先看我演示一遍 如风势壁这个动作 大家可能看起来 觉得有一点眼熟 因为跟前面的 揽雀尾当中的 棚 驴 挤 暗的动作 非常的相似 对 是非常的相似 但是呢 我们前面 稍稍有一点 手型的变化 大家跟我一起做 这个时候 做好 垂了以后 下面一个动作 首先我们在掌 掌的动作是在走旁 这个时候 在走旁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 掌从下 就在你走步的位置 走步的底下 对 穿下去 手心朝下穿 不要变成手心朝上穿 手心朝下 一边穿的过程当中 一边变成手心朝上 这是一个变化 穿的过程当中 变成手心朝上 这个时候 手心朝上的时候 两手都变成手心朝上 握拳的手 慢慢的 通过它穿着 慢慢变成手心朝上 舒展开来 好 走 左手 从下 慢慢穿出去 变成手心朝上 跟自己的肩一般宽 然后重心往回坐的时候 勾脚尖 从胸前按到腹前 再从腹前 推出去 一定要记住 这个手心的变化 首先是 手心朝下 在穿掌的过程当中 变成手心朝上 一定是在穿掌的过程当中 变成手心朝上的 这是一个变化 第一点要注意的 那么第二点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 在按掌的时候呢 大家往回坐的时候 记住 身体不要向后仰 千万不要挺着肚子松 一定要把这个胯 向下沉 胯要向下沉 腰要松 整个力量是往下的 就好像在做板凳一样的 往下坐 往下沉 然后再往前 推出去 推出去的时候 这个推出去的手 位置始终是一样的 而且大家要记住 两个手心朝上的时候 往回的时候 带回来的时候呢 手是斜向方 斜相对的 手是斜相对的 然后还是斜相对按下来 要记住这一点 再看一遍 往回按掌的时候啊 从胸前 都是斜相对 斜相对按下来 再往前推出去 不管是向前 还是向后 还是向下 两个手的距离 始终都是跟肩一般宽 千万不能 我往回的时候 我就变小了 然后再往前推出去的时候 我又变大了 这样的动作 是不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它这个规律 始终是跟自己的肩 一样宽的 下面是第二十三个动作 十字手 请大家看我演示一遍 十字手的动作呢 变化在于 它这个拉掌和脚下的配合的变化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重心 首先还是要往回走 往后做啊 那么应该是向身体的右 右侧方 右方 转动 记住 左脚要扣 扣脚 好 移重心 扣脚 那么右手平拉过来 稍稍有一点弧线平拉 不要完全直着这样拉 还是有一点点弧线 但是这个弧线 不要过头 因为我们推挡的时候 是跟肩一般高 跟肩一般高 那么我们拉掌的时候呢 稍稍的到这个 从这个肩的时候呢 到眼前有一个小小的弧度 就可以了 平拉的同时 我们把这个右脚 脚尖向外摆一点 向外摆一点 而脚尖的同时 重心不要移动 重心还是在右脚上 扣脚 白脚 两手平拉 这个时候 然后再移重心 这个时候 两手向下抱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重心 才向左边移动 移动重心的同时 抱球 并且我们这个右脚 要扣回来 等于两个脚的前脚掌 都冲前 好 再概略 扣脚 抱球 移重心 收脚 变成十字手 慢慢站起来 注意大家 扣脚完了以后的收脚 还是要轻起轻落 并且收脚的位置 是跟你的肩一般宽 不要收得过小 也不要只收一点点太大 扣脚 抱球 收脚 十字手 注意十字手呢 是右手在外 因为我们刚刚动的是右脚 我们就要遵循这个规律 动哪个脚 哪个手 就在外面 十字手 两手交叉 并且在你的胸前 不要过高 也不要太低 在胸前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 这个十字手的动作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的转变过程当中的上下之配合 一定要协调 重心移动 一定要非常的协调 并且 收脚的时候 也一定要跟自己的肩一般宽 这个肩宽 做的时候呢 大家开始可以测量一下 目测一下距离 时间长了以后 一定要通过练习的感觉 来测试这个脚的距离 下面是第24个动作 收拾 请大家看我做一遍 24支太极拳 最后一个动作 收拾 是一个 也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它和体式是一样重要的 收拾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两手呢 向前平展的时候 千万不要弄错这个手的位置 有的人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往往呢 他在这里呢 他弄不清楚这个手的位置的时候 他习惯于在这翻一个手 这是错误的 大家要记住 十字手的时候呢 左手在里面 右手在外 右手在外的时候呢 那么左手在 往下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呢 左手顺势 在右手之上 按掌 两个手心朝下的时候呢 左手在上 按掌 再来一次 左手在上 翻转 两手平抹 变成手心朝下 跟自己肩一般宽 然后再很舒展地往下 按掌 踢到自己大腿的前部 然后收脚的同时 轻轻收脚的同时 然后两手下两旁 收回 成为跟启示一样的动作 很多人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呢 练完太极拳以后 冲冲忙忙就走了 可能有的人在练习太极拳呢 非常注重启示 我要练拳了 开始很认真的练习 那么最后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动作快结束了 还没等到收完脚呢 就开始走了 或者说是 一边收手一边收紧 我希望大家做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把手牵 做好 沉下来 再收脚的时候 两手向两边 放好 这样你才能够完成一套 完整的太极拳 所以说 我们在练习这个太极拳 起收式的时候 往往有的人呢 是把这个动作呢 是 不是特别重视 可是我希望大家 在练习太极拳的时候 太极拳的起收式 一定要单独将它 拿出来练习 另外我要跟大家 强调的一点 就是在 我们24时太极拳 练习当中的呼吸 有的人可能会说 呼吸是不是应该 按照动作的 移动 移视 进行 呼吸 或者是按照 服务的 怎样的呼吸 我觉得 对于练习太极拳的人来说 不管你用 什么方法去呼吸 一定要 舒适 自然 不要强行 去按照动作 去呼吸 觉得自己很憋气 我觉得这样是不可以的 一定要做得 非常的 舒适 你只要自然呼吸 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这样能够做到 调息 对自己的身体的 呼吸等等方面 能做得 非常的安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